各位大家好 现在大家看到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湖 是在Fuque Verena一个社区里面 这个社区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型的社区 里面呢有不同的开发商 开发建设的不同类型的这种社区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Tor Brothers即将开发的一个新的楼盘 因为最近呢不少的客户呢 一直在问我Tor Brothers房子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买啊 给大家推荐这个社区呢 主要是看中它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自然资源 Tor Brothers开发的这块片区呢 是在整个South Lake这个社区里面 最好的一个位置 是环这个湖来建设的 所以它的这个房子的数量不是很多 总共只有22套 目前还没有正式开盘 但是可以是排队等同样的来看看 它这个社区的情况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s a personal YouTube channel to show the beau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her daily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n this channel you will find the city's natural beauty the shopping, traveling,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a lot more in North Carolina Go to YouTube and check this out 就是整个South Lake非常大的一个社区 这条路也是非常的宽敞 这个是整个社区的泳池啊 playground 对面那一排那里 也都是这个top bread家的 将要建设的这个房子 这个地方呢 就是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clubhouse 俱乐部啊 有泳池啊 有那个playground啊这些 那这边呢 是一个小孩子玩的这个泳池 然后那边呢 是标准的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 还蛮大的这个区域 这个湖呢 它面积有30个AC 这一片就是湖的南面 这一块 围起来的 就是top bread他们家的这个地块啊 目前正在做土地平整 地块跟这个湖之间呢 有一条trill 很多人在遛狗啊 晒太阳啊 早上 整个这个地块呢 不是很大的 所以呢 它只开发了22套房子 在这个里面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它是很幽静 Filke它这个区域呢 像这种社区呢 绝大多都是是local的一些本地人 它就沿着这个湖啊 这一边啊 一直到那头 每个房子的地块啊 还是很大的 最小的是12000的 Square Fortage 就不到一点 也就大概差不多 0.2526个AC 最大的有一块地 我看到是有27000个Square Fortage 很大 那么当然这个是很特殊的一块地 其他的基本上都在 0.25到0.3个AC吧 范围之间 而且它就这样沿着湖一路 这样建下去 所以你就在家里面就直接看到的是 是这个湖的景色 非常漂亮 就已经建好的这个地块也非常大 而且很多都是3car garage 就是可以停三辆车的那种车库 在我们这里现在停三辆车车库的这种 房子很少 在湖的另一边 它也是一排 也是他们家的 后院是直接针对着湖的 景观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啊 这个社区的这个距离离这个湖这边 那边都在开始做那个土地平整 铺水管之类的 那大家肯定想要问了 它这个社区里面的户型大概有哪几种呢 它总共有三种户型可以选 从3100多尺到3600尺不到啊 从4房到5房 最大的户型呢 它是标配三车位的 价格起价呢 现在目前是70万的基础价格 你如果加上地块加上内部升级 不是做的非常好的话 应该80万左右就可以拿到手 这个社区你是说它有很好的这种学区吗 它是没有 这种社区呢是给那种比较讲究生活品质 比较讲究自然环境的 社区环境比较好的住户 蛮喜欢这种类型的房子 尤其是老美他们特别讲究景观啊 所以像这种有湖 直接可以看到湖的这种社区 它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而且呢还有这么大的地块啊 现在新房如果能够给你建个0.1几个 可算比较大的地了 地理位置呢出入是非常的方便的 从社区出去之后呢 直接就到55号 Viuquid的一个非常方便的这个商业中心 大概5分钟车程吧 从出入生活配套设施来说 是非常的便利的 它又是在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社区里面 在新建的好的户型啊 尤其是它占的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个资源 非常棒的湖景景观 如果说对这个社区感兴趣呢 赶紧联系我去加入到他们的VIP list 我联系了一下 销售目前大概有几十组客户 已经排队排在那边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分享 按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